不管瘦不瘦了 因为美食当前 先提醒你明年天气要变凉了 低温下炭19度 现在有业者推出了日本最流行的所谓黑铁料理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铸铁锅 不管什么菜放进去 吃半个小时还是热的 光这个锅子1800 锅比菜还要贵 当做好热腾腾汉堡排淋上特条酱汁 真是令人食指大动 天气渐渐转凉 有业者推出日本最夯的黑铁料理 把汉堡排炸猪排放进加热锅的黑铁锅 就成了一人份的迷你铁板烧 然后那个酱汁呛下去的时候 那个烟还有那个香气 就觉得整个好幸福的感觉 淋上酱汁冒烟滋滋响 客人爱的就是这个瞬间 从日本特别定制的黑铁锅 炸热速度快保温效果也好 不过一个铁锅成本就要1800元 比里面的菜还要贵 业者一次订做150个光是铁锅就砸了27万 采用这个铁板是日本银手线 已经超过400年的手工制服品 看看我的手艺 我要把它变成最顶级的肉 嗯 用热乎乎的美食抢功 掏客的胃 追选娱乐委员 铁锅帆台北一层不走